最新消息来看到是消失将近两个月的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被免职了 同时秦刚也被免去国务委员的职务 来看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 第14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 于2023年10月24日的决定 一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 二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三免去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那么李尚福已经神隐将近两个月 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8月29号在北京 那么当时他参加的活动是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他当时又发表了演讲 那么在此之前呢 第十届乡商论坛呢 已经确定本月底29号到31号会在北京召开 依照过去的大陆防长惯例 他大陆的防长呢将会发表主题演讲 因此呢先前就有分析认为了 在这一次的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当中 会审议有关的任免案 将决定李尚福的去留 那么以及还有就是新的这个防长的任命 所以呢今天央视最新公布了 确定免去李尚福跟秦刚两人的这个职务 好这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